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魅力讲堂 今天呢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三分钟教会你面相时人数 面相是由耳、眉、眼、鼻、口组成的 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各方面能力、处事的心态、感情世界等等 那怎样看才能从面相去了解一个人呢? 有什么标准呢? 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面相时人秘诀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一、额头 额头方火圆 广阔饱满的话就表示头脑发达、智慧高 并且遗传良好、气度也好 额头过窄、性格爱钻扭脚尖 与人交往、多重礼仪、与人情道理 额头的发际过低、性格偏于思见 大都难以融合到集体里去 额头窄小者做事比较小心翼翼 容易错失良机 额头低的人大多数早婚 而额宽的人大多数是晚婚 原型额头性情敦厚、老实、和蔼、谦让 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不过往往会为情所动 无意陷入情网 此外呢 原额的人叫创造力不够 没有耐心 经常转换职业 M字额头 人脑筋转得很快 主观意识比较强烈 能够遇见未来的事情 并且能出些新鲜的点子 喜欢做一些独唱性的事 因此适合从事发挥自己特点的工作 如设计师、工程师 此外在音乐、文学、美术方面 也能够发挥应有的才能 在爱情方面非常浪漫 能够轻而易举地俘获对方的心 并且掌握主动权 额头秃是指年轻时有秃头的倾向 表示此人行动颇为积极 但凡事过于操心 不善于听从他人意见 所以容易遭遇失败的命运 这种人对于异性比较秉直 做事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在工作方面不善于应酬 所以不适合从事外务工作 如招待人的工作 如果是这种类型的人 要多听听长辈的意见 处事灵活 二、眉毛 眉毛浓淡的人 公民心强 注重品格 善于社交 而浓眉的人运到很好 不论他处于哪种阶层 他都能够一直十分活跃 但如果眉型过浓的话 这种人便有着高 狡猾的趋向 往往是自我中心主义者 眉毛过淡的人 性格偏于随意性 朋友来则来 走则走 不放在心上 对友情淡淡的 不会有很深的投入 眉毛细薄的人 不注重名声 其性格随和 受人欢迎 眉间宽的人 好放磊落 眉间狭窄的人 属于闭所性 经常以自我为中心 高低眉的人 做事情很矛盾 拿不定主意翻来覆去 如果眉毛浓黑 加上树立着 这样的人 内心矛盾更厉害 自己做的事情 反而自己不赞成 自相矛盾的厉害 眉毛比外眼较长的人 会体谅别人 并具有哑量 经济上比较宽裕 眉毛短的人 与双亲缘分较薄 夫妻之间的情分 一极浅 眉毛与眼睛 相聚较近的人 做事沉不住气 同时大多数比较阴险 家中风波不断 而且往往只见到 眼前利益 而不能考虑长远 眉毛距离 眼睛较远的人 性情比较温和 而且显得气宇轩昂 是长寿之相 三眼睛 眼睛小的人 通常具有 敏税的观察力 心思缜密 行事小心 常带有自我保护之心态 交友专注 但往往朋友圈子较窄 若眼睛太过细小 则气度会稍微小些 眼睛大的人 多性格爽朗 爱表现 爱出风头 但也带些迷茫的性格 感受力极强 喜欢华丽的事物 因此也有些虚荣心态 大眼睛的人 视野广 有制服他的威力 心胸大 有战有欲 眼小的人温柔 小心谨慎 性格内向 非社交型 有攻击性等特征的人 眼尾上吊 自专心过强 臣服也较为激烈 眼尾下垂的人 意为人瞩目 特别受上年纪的女人喜爱 喜欢与一心交往 眼大而有神的人 总是喜欢有情绪 而且做事不爱动脑筋 喜欢凭感觉 做一个决定之前 总喜欢请教别人的意见 但别人提的意见 最后都不会接受 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有时候情绪的好坏 也会影响到他的成败 眼睛细而长的人 较为傲己 凡是喜欢速战速决 富有决断力 处事稳定 也多能经过 深思熟虑之后 再付出行动 眼窝远突的人 个性善变 而且喜怒哀乐不定 属于敢说敢做行 因此常让人感觉到 有些自我膨胀 目中无人 形式意饮争端 眼窝凹陷的人 个性敏感 操劳 心静叫不敞开 外形看起来忧伤 但善于察言观测 常感心深不宁 凡事逆来顺受 四 鼻子 鼻正则心正 鼻歪则心歪 高鼻子的人 自尊心很强 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 行事 能力强 做任何事情 都能够应付自如 人际关系 虽然不错 但不会与自己 讨厌的人相处 他们很注重 外表的修饰 但鼻子过高的人 爱慕虚荣 过分自信 有点孤方自赏 一意孤行 得罪人 也有所不知 低鼻子的人 没有主见 做事也欠考虑 一般听从他人的意见形式 自己没有信念和方针 经常犹豫不决 长鼻子的人 责任感强 做事认真 但过于注重体面 处事呢 也过于谨慎顽固 缺乏柔软性和通融性 有自我束缚的倾向 给人一种骄傲自大的印象 并且不善于理财 短鼻子的人 做事较为激进 容易虎头蛇尾 坚持力不足 交友的时候 有着性子 不会委婉处事 鼻子短的人 性格开朗 但是缺少自信 依赖性极强 轻率 易怒 鼻子他的人 在外表气势 和处理事情上 总是给人 以果断刚毅的感觉 让人敬佩而惧怕 但接触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 他做事情犹豫不决 而且做事情 没耐心 做到一半 就会放弃 五 耳朵 耳朵主代表着 智慧高低 耳朵大 大而上提 并且耳垂丰满的 这样的人 幸福指数高 有大智慧 耳朵尖薄瘦 瘦小的人 一生做事没有定理 墙头草 随风倒 有耳垂的人 就像弥勒佛一样 古人认为 这是福气的象征 这类人 个性温和 做事仅然有序 人际关系 也比较顺畅 无耳垂 或者耳垂小的人 再加上 内耳部分突出 古人称为 轮飞阔反 这类人呢 叛逆心重 个性冲突 缺乏奉险精神 不肯吃亏 但是反应机敏 耳朵圆润 丰满的人 人际关系相对好些 如果耳形不整齐 有锐角 呈三角形 或者不规则的形状 这类人 往往脾气过冲 人际关系较差 若是到了 畸形不整的程度 这类人在行为上 会有些不利于发展的缺陷性格 大耳之人 有指导力 体力好 心智 财运均富 稍显神经质 但慎重行事 小耳之人 个性强 度量狭小 有攻击性 易怒 性格轻薄 建议思迁 意志力薄弱 不采纳 他人之言 六 嘴巴 在面校学分析中 口虚要方大 唇红端厚 脚功开大合成 牙齿端正 必是健康 兼物 口德之人 口角紧密 定是谨慎 及保守秘密之人 不自我夸大 口小的人 性格内向 胆小 意志力较脆弱 但口虽小 而能说话时 却张得很大 则有主见 财运亦顺遂 两口角上仰 名仰月口 具有说服力 言谈轻松 洞察力强 事业 名望 及财运都不错 若两口角向下 垂名覆州口 遇事没管悲观 不得人缘 欧有小城 亦破败 口形不胜 歪邪者 大多消化系统不良 容易有脾胃不适 左歪防腹 并与父辈长辈 关系不和谐 右歪防母 并与母系长辈不和 此外呢 长音言语不慎 而招诽谤 或者招贤 若来麻烦纠纷 小将之老师 上面讲的这些 你都学会了吗 看相识人 只是帮助我们 粗略的了解一个人 这个人是否值得深交 还需要结合一个人的日常行为 处事态度等多方面来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